我們要上的東西的標題叫做物質的世界 第一個要講的是物質跟物態 先介紹啥叫做物質 啥叫做物質 什麼叫物質 我們現在課本上的教法叫做具有質量 質量教過對不對 佔有空間我佔據的這個地方 因為我佔據的這個地方 別人就不能夠佔據同樣的地方 就被我佔據了 具有質量佔有空間各具特性的材料 我們的物質是一種材料 如果把這個材料做成一個一個有特定用途的東西 就叫做物體 比如說鐵釘鐵椅子叫做物體 鐵叫做物質 原則上我們在理化教的 沒有管你是鐵釘還是鐵椅 我管的是誰啊 我管的是鐵 我研究的是物質的性質 講的是物質 我不是跟你講物體 它是鐵釘子還是鐵椅子還是鐵杯子 那不管它 我就是鐵這樣的東西 OK 所以物質叫做具有質量 佔有空間各具特性的 我們稱為所謂的物質 跟它相對的東西叫做能量 能量就會促使物質發生變化 以後會講什麼物理變化或者是化學變化 有的變化要吸收能量 有的變化會放出能量 這個以後再提 基本上能量沒有質量 當然也不再有空間 也不再有空間 好就是一個發生變化的時候會交換的一樣一個東東一個狀況 一種物理的情形 能量 比如說這些能量什麼熱能電能光能核能動能 微能化學能 這個原則上 我們都會提到 課本上並不會特別說這叫做光能 但是我們會教到熱能 教到電能 教到核能 教到動能 微能跟化學能 化學能 這以後會講到的 叫做物質跟能量 具有質量佔有空間各具特性的叫做物質 物質在發生變化的時候會伴隨能量的進出 吸收或者是放出來 那麼有一種叫做存物質 一種叫做混合物 什麼叫做存物質 這裡面只有一種東西 因為只有一種東西 所以叫做組成一定 也具有一定的性質 比如說會有一定的溶點 這個應該會 小學聽過 一定的密度 我們剛教過 一定的比熱 還沒有教到 這些東西 比如說這叫做所謂的存物質 所謂的一定的組成 我們未來會教你 一定的組成 我們未來會教你 就是組成原子的種類 樹木跟排列方式是固定的 目前它還沒有出現 就是一句話 組成 一定 性質 一定 比如說 金銀水酒 叫做所謂的存物質 那混合物就是 有兩種以上的東西 拉在一塊 組成不一定 因為組成不一定 所以性質也不一定 性質也不一定 沒有一定的組成 沒有一定的性質 比如說咖啡 泡咖啡 有人就是黑咖啡 就只有咖啡跟水 有人要加糖 有人要加奶精 咖啡的量 有人要多一點 有人要少一點 糖的量也是 有人會多一點 會少一點 可是你都是一杯咖啡 所以它沒有一定的組成 所以也沒有一定的性質 所以叫做混合物 存物質跟混合物 未來就會出現題目 問你 誰是存物質 誰是混合物 剛剛講過兩個東西 拉在一塊對不對 麻在一塊 兩個東西麻在一塊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叫混合 一種叫做化合 混合很簡單 就是直接倒起來 喇喇喇喇 攪一攪 叫做混合 通常在混合的時候 性質是不會發生改變的 所以糖加水 喝起來是甜的 糖的性質也在 水的性質也在 把硫粉跟鐵粉 倒在一起喇喇之後 磁鐵跑過去 鐵粉還是會被吸起來 那麼它的性質還是存在的 這種東西叫做所謂的 這種東西叫做所謂的混合 所謂的混合 那麼 另外一種叫做化合 化合的時候就是兩個結合在一起 它通常它的性質會消失 化的性質會消失 會不見 化的性質會消失 會不見 比如說 牛跟鐵 加熱燒一燒 變成牛化雅鐵之後 磁鐵再過去 就不會再被 不會再被吸引住 不會再吸引住 這個叫做 那以後才會跟各位講一些比較詳細的內容 比較詳細的內容 這叫做化合 所以有 麻在一起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叫混合 一種叫做 化合 化合 那我們以後要叫化合物 那以後再說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純物質 跟混合物 混合 跟化合 讓你能夠理解 OK OK